我从国企出来的时候 27岁嘛 已经破格式副处级 就是80后的小孩没有这样的 当然我说不行 我不能这样 因为国企到后来就变成什么了 吃吃喝喝 就变成这样 永远是在应酬 人生不能就这样 后来7年的国企经历去了外企 从一个真的从素人 从最简单的销售开始做起 然后一点一点销售 销售地区的销售总监 然后做又做到大中华区的销售总监 如果说经常非常有经验 在外企工作都知道 女性到了一定的级别 其实升不上去的 就我当时做到Sales D 就是大中华区的销售总监 就差不多 特别是外企 再往更高都是洋人 就是不太会有纯本土的中国女性 能够做到那么高的来往 所以其实你事业 基本上已经在这个级别里碰顶了 而我也没有那么高 这销售我一定要做多少 我一定要管多少人 我一定要挣多少钱 但是我努力工作是因为 我可以出去玩 我可以旅行 我可以比如说 一级是Sales 或者Sales Leader 我如果把任务实现完成了 我奖金 本来你可以挣100块钱 我大概完成了99或者100或者10 你稍微超一点 我不想再去够120或者150 我希望能够腾出10天或者20天 我去旅行 我以前20几个国家全都是靠自驾 没有跟我团 可能拽一个朋友就走了 我觉得这种带给我心理上的满足 比我要挣多少钱 我要到多少多少高的级别更大一点 对 在我结婚前 我可以120%的说 我绝对是一个事业优先的女强人 就是在我优先级里排 我以前的生活就四个 说特别简单 工作 然后运动 旅行 我特别爱旅行 我15年去了27个国家 还有就是我喜欢小卓 就是我以前的生活就这四个 我拼命的工作 我就是疯了自己的健身 但是直到我结婚生孩子以后 我觉得我柔和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虽然我是事业优先的人 但是当我结婚 做一个母亲以后 我相对转变还是很大的 对 我是12月发生了孩子 我到9月30号 就是我怀着八个月大度的时候 才去结的婚 所以其实这个人生 转变是特别迅速 我甚至都没有 大部分人都是结婚 生孩子准备准备 什么都没有 我跟我老公那会儿就是 一起喝酒 一起谈天说地 然后反正就怀上 就是我跟我老公的相识 特别神奇 当时我所在的外企 去招销售 就是招我团队里 想扩展一个加了一个人 然后他就来面舍 然后应该算是 就是他讲他 就是当时就觉得 这个姐姐原来比我小 这个姐姐有点意思 然后我们俩相识 在后来大概过了一个月 我们就去美国 就是当然录取了他 然后过了一个月 我们就去美国培训 然后当时我们俩就算在一起了 然后一个月 我就怀孕了 就是但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多大 37岁了 就是我当时 就其实自己的内心 也还是balance里 就是毕竟这么大了 而且我这么多年 都是特别坚定的 就是肯定不要孩子 但是既然怀上了 就到底要不要 而且是真真正正怀上了 我老公就 当时还不是老公 我当时才在一起 两个月嘛 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生一个孩子 就是这是 就是如果未来想在一起的话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固的一个点 然后我就想 这可能就是人生对你的一个 到那个点了 然后又发生了 那那就生吧 但是当他出生的时候 我是纯自己生出来 然后那个我老公赔产嘛 他把孩子放在我身上 我说天哪这是什么 就是没有那么多说我当的妈妈 我特别欣喜 我要感动的哭了 我瞬间今生成母亲了 都没有 我就有点害怕 这个是真诚的反应 就是人生就是一个 碰击一下也就到那 对 说实话我以前没有太想 说母亲应该是什么样的 而且我比如爸吃饭馆吃饭 我听着小孩哭我都烦死了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烦死了 我后面都过你说你不要再哭了 那种感情 但是当他出生以后 他会特别天真无邪的跟你说 妈妈你上班我都会想你 他才两岁三岁啊 就是你那种感动啊是有的时候特别累 然后他就回家会说妈妈你今天干嘛了 我真的很想你 就是他没有任何作作或者伪装 但是我觉得这种牵挂哪怕你很累的时候 看到他还是我应该生了他 没有后悔的 对 我希望他快乐 包括他刚刚上幼儿园三个月 我跟老师说 我对他第一大的要求就是他快乐 我不需要他像我这样 就是我哪怕他有普通的工作 就是可能这也是因为 就是我因为相对比较 就是在事业上 就是普通家庭 因为我不是什么几什么二代什么 什么都没有 白手起先 我父母到现在退休期一个月就四五千块钱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家庭出来的普通孩子 奋斗出来 可能现在也不算奋斗出来 最多也算小康 但是我希望他就是简单快乐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你不需要为说我还要在这个城市里扎根 我要去买一套房子 我一定要多努力 我一定要吃苦耐劳等等等等这些 我觉得我不希望他这样 我就希望他简单快乐点就好了